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有關於中共的前總書記胡錦濤在二十大會議期間 被帶走的這件事仍然在網上,在中國人裏面引起很大的討論 但是在中國大陸,胡錦濤三個字已經成為禁忌詞 找都找不到 中間發生什麼事呢?中國官方的說法就說過一次 就是西華社在英文的Twitter說 他身體健康有問題 然後在這個會議期間感到不惜 於是由工作人員參附陪圖下 就去了這個旁邊的房間休息,情況是好轉了很多 就是這麼多 跟著就成為禁忌詞之後 中國的官方再沒有就這件事作出任何解釋 又或者媒體有些報導 當然不解釋不報導,其實中間都制止不了別人去討論 但是究竟中間發生什麼事,是不是真的健康有問題呢? 發生社就發了一條片,就在當日 大概是分幾鐘 然後在今天 這個叫做亞洲新聞台 其實就是一個新加坡 Base在新加坡的一個報導 亞太新聞為主的電視頻道 簡稱叫做CNA 主要是英語廣播 今天就發了一條片,就比發生社的片 是長的,發生社的片是1分22秒 現在這個CNA的片是有2分56秒 有些互補不足 這條片最主要跟發生社的片有不同的地方 發生社一開始 就是胡錦濤後面就有工作人員 企圖用雙手 將他抬起 托起他,要他離開座位 有些掙扎,但是這條片就是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工作人員走過來之前 原來中間還有一個相當多的細節 是可以跟大家 報道一下 描述一下 當然我這條片的連結我都會放在底下 不過我一直看著這條片 一路跟大家做一些解讀 我的理解是怎樣的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鏡頭就拍著 在主席台上有4個人 拍著4個人 就在習近平的最左手邊 那4個人就是 第一個就是律戰書 律戰書就是 人大委員長 任不到政治局常委 應該退下來 律戰書旁邊 就是胡錦濤 一念蒼白頭髮的胡錦濤 然後就跟著習近平 然後靠邊隔離就是李克強 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到 和胡錦濤 在胡錦濤的桌面上 在他面前的文件 大家好像有點爭似 律戰書 想拿走那份文件 在胡錦濤手上的文件 擺在桌面上 然後找個紅色的文件 搭在白色的那張紙前 又遞回給胡錦濤 前面還發生什麼事呢 可能是胡錦濤想揭開這份文件 律戰書就不讓他揭開 就拿了他 然後就回答 回答了之後他沒有拿走 再放回胡錦濤手 胡錦濤就再想著 他在 旁邊跟他說幾句 鏡頭就 Close up Close up之後 律戰書索性就把 胡錦濤手上的文件 拉開拿走 撥去自己 然後他 對著胡錦濤說了那些說話 當然聽不到 因為非常遠 在他耳邊說了那些說話 胡錦濤又想 又想 伸手 去拿回那份文件 回來 從律戰書旁邊的就是王滬寧 王滬寧拍一拍律戰書的手 不知叫他做什麼 然後 在鏡頭外面 看到一半身的 原來 習近平就叫了一個工作人員過來 有個名牌 不過就看不清楚 是怎樣 就叫工作人員過來 工作人員就 烏底身 攻身 然後聽主席 的指示 說什麼當然 完全聽不到 我鏡頭也關閉了 律戰書和胡錦濤 好了 攝影師都很聰明 然後就拉歪一點 工作人員聽完 習近平的指示後就走開了 跟著鏡頭拉回去 習近平那裏 然後習近平 看著胡錦濤 不發一言 然後就想說些話 又停了 又不說 然後 看到 律戰書 繼續拿著那份文件自己按住 不讓胡錦濤看 然後 然後有工作人員戴著口罩走過來 本來就在 胡錦濤的後面 然後習近平 就跟他 手指指 跟他說了一段 多久的說話 你見到這個工作人員 似乎是想在胡錦濤裏面做些事 就跟他說了一大餐之後 你見到胡錦濤一念 有些怒息的 有些憤怒的 好像在等著什麼 然後那個工作人員 就在那裏 額頭額頭 然後習近平 有些手勢 叫他做些事 就叫他不知不好做什麼 還是做什麼 說了一段 幾長的時間下 都有十幾秒鐘 那個工作人員 跟著就去到胡錦濤的後面 就想拿走那份文件 但是 雷戰書就按住 然後就跟那個工作人員說了 幾句說話 然後 網紅令又拍了雷戰書的手 又不知提議他做些什麼 然後就鏡頭一轉 鏡頭一轉就是 那個工作人員就拿起 胡錦濤 隔離的文件 然後就 胡錦濤 就企圖用手 扔起他 你見到胡錦濤是 有些掙扎的 是不肯起身 終於起身後 他就 轉過頭 轉過頭又再回到他的座位 看來是不肯離開的 不肯離開 這裏我再補充 我看法新社發的片 一開始就是那個工作人員 就埋到胡錦濤的身邊 然後 然後 突然之間就想 抽起他 你見到是 栗戰書把文件交給那個工作人員 叫他和他出來帶走 就扔起 胡錦濤 扔起了胡錦濤 還沒扔起之前 另一個工作人員就走過來 走過來 扔起他 他終於起身了 起身後 另外兩個工作人員就用他的手勢請他 請他走出去 然後工作人員就拿著那份文件 在有些爭辭的過程裏面 你見到胡錦濤 是 想拿 習近平 桌面上的那份文件 誰知道是被習近平 按住了 有些制止住他 有些這樣的情況 說回新加坡電視台的片 然後胡錦濤終於 一直被工作人員 指引他走出去 這個時候 胡錦濤有些掙扎 不肯走 你見到栗戰書企圖起身 想做些事 然後王滬寧在他旁邊 扔下他 扔著他的衣服 不是那麼多事 最後胡錦濤 很無助 沒有什麼人理他的情況下 工作人員就指引了他 他有些掙扎 他又想搶回那份文件 想拿回那份文件 工作人員不給他 又跟他有些爭拗 說了幾句話 終於 就 走了 他就在習近平後 說了一點點 然後他就額頭 然後拍拍李一強 李一強又下頭 一直走過去的時候 你見到 所有的人 包括 李一強 汪洋 我認得那些 王歧山 王歧山 溫家寶 宋平 全部的人都是 外若木雞 不法一言 看到劉鶴 那些 楊潔篪 有穿軍裝 胡春華 全部都是 一顆聲音都不出 眼直望前面 在後面 走過 當什麼時候都看不到 直到在座位 最後兩個人 當胡錦濤開始被電視機遮住的時候 這兩個人就有隻眼望望 胡錦濤這一邊 整個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大家可以自己看片 當然 不要嫌我長氣 因為我為什麼這麼細緻去描述 整個過程 因為這條片 是能夠充分去 很有力地駁斥到 中共官方說 胡錦濤因為身體不適 在中途要離職 工作人員帶他走 因為你看到有個爭辭 一開始就跟律戰書在 看這份文件的時候大家互相 有少少 爭辭 律戰書就拿回他的文件 胡錦濤想揭開律戰書就拿走 在 站起來工作人員拿走那份文件之後 胡錦濤想搶回那份文件來看 但工作人員又不給他 我想知道 其實如果我看那個時序就應該 已經投票了 所謂投票 選出中央委員 然後已經投票了 這份文件 裡面已經有中央委員的名單 可能大家不知道 要看那份文件的內容才知道 而中央委員是否有胡錦濤想看看 裡面 中央委員 裡面的人是什麼人 例如他熟義的 例如李一強 例如胡春華 是否中央委員 是否政治局裡面的人 是否 這個金相 或他身邊的人 不想這個元老 不想這個團派的 精神領袖 知道原來 團派已經被人滅了 已經全軍盡默 不想他在現場發現這件事 可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反應 而不讓他 看這份文件 為何大家 好像搶來搶去 他想看 其他人不讓他看 為何 栗戰書在旁邊 那麼多次不讓他看那份文件 當然 大家都是推測 我沒有辦法確定 我不是權威人士 一定是這樣 一定不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確定 當然你可以說 他已經去到老人癡呆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做一些沒有意識的事 我自己這樣看的 我認為 完全不是這回事 我認為他是相當清醒 他懂得 跟 栗戰書有些討價還價 他懂得跟工作人員想拿回文件 他懂得跟習近平打招呼 他懂得拍 李一強的肩膀 這些全部都是 我覺得是相當清醒的一個表現 他行動有沒有問題 他站起來是站得到的 完全沒有問題 他自己站得 但他不肯站 因為他不肯離開 他 當工作人員 夾著他的腳底 想滴起他 他是擺脫工作人員 雙手然後想坐下 你看到他仍然是 有些力氣 不是說到他好像病入高坊 我自己看這條片 再看這條 長一點的這條片 我就越看越 覺得 心寒 最心寒的當然就是 你看得到 叫工作人員過來 將 胡錦濤 滴出去的 指示那個就是他坐在他旁邊那個 權力最高那個 是他指示 現在後來就被人發現到就是 帶他出去的那個是 胡錦濤的近身胡慧 這個是得到最高的指示 最高指示帶他走的 第二個心寒的就是 走過剛才說的 描述了不止一次 幾乎所有的人 眼尾都不受 眼尾都不受 包括你 拍他的股頭 其他人全部 呆藥木雞 望著前面 滿懷心事 半軍如半虎 在 觸目攜攜底下 將這個團派的精神領袖 這樣帶走 當然是極盡侮辱之能事 其他的人 壓著無聲 一聲不出 當然是他擔心 我會不會是成為胡錦濤第二 我會不會一樣是會被逼走 當然不是被逼走 只是侮辱你一次那麼簡單 如果要 興師問罪的話 可能是 全家人 全族人都有事 如果按照中國 封建的傳統 是滿門抄斬 當然這是象徵式 未必斬 可能一路查理 所以大家 一聲都不敢 如果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 說他有病 身體不舒服 他走得很利索 若你用這個書面譽 作為一個90歲89歲的人 走得不錯 不用參乎都走得 其實走得不慢 一點都看不到他有什麼急病 要馬上離開這個會議 但如果他真的病 為何 這群共產黨的同志 和共識了那麼長的時間的同志 沒有對他有一絲的關懷 你關懷 是可以用 言語 可以用行動 亦都可以用眼神來關懷 整班人 沒有任何 對胡錦培養沒有任何眼 contact 眼和眼是沒有任何接觸的 他不會這樣 他不會的 不會這樣看一看 沒有任何接觸 我自己覺得是 不敢看 不敢看 因為你有眼神的接觸 是表達到你的內心世界 究竟是對他的同情 還是對他的敵視 還是怎樣 大家都不敢看 大家都目無表情 防止自己 眉修眼角 透露自己 在想甚麼 因為透露自己在想甚麼 可能會 對於今常 對於一尊來說 是很忌諱的事 在現在大清洗要滅團的情況下 你對這個團派的 最高的精神領袖 表示一絲的關懷 即使他是病也好 表示一絲的關懷 是不是你就是他同一個團伙 我覺得整件事看上來 今次 這條片是2分56秒 長一點 整件事看上來 被人覺得感覺 相當好拍 我覺得這條片是很有力 去 去挑戰 官方說他病的這個說法 這個病的 說他病 說他身體不惜要離開這個會場 這個官方的 正式的 解釋是不公自破 我覺得這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為甚麼 要在眾目攜攜底下 在有外國的傳媒 能夠進入採訪外國傳媒不多 篩選又篩選 現在這個新加坡電視台 CNA可能其中一個被選中 他細想不到 這些細節的東西可以被人拍出來 但問題就是 是不是有意 被人拍出來是有意的 如果要做到滴水不漏可以蓋上 但他有意將這個片段 公諸於神 才能夠產生震懾的作用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真的要蓋 就不要給電視台進來 反正很多都不能進 一間都不給 做完事 我覺得他是有心 將這個片段 播給全世界 他也不怕 不怕 一尊就是要這樣做 要震懾 全世界 即 不同的聲音 在中國裏面反對他的人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 令到大家更加深寒的原因 好了暫時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批長 支持我心地口法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加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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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